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热门股 我会用这个筹码分布图 加上这个筹码阻力线 来分析这些股 主要就是要看它的支撑线跟阻力线 看一下它有没有套牢盘 跟这个支撑盘 来判断它未来的走势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Denaga Denaga今天 大涨差不多3% 已经从它底部7.89 上到8.50 有更大的朋友呢 就小赚 现在重点是说 它的这个阻力线位在哪里 很明显你可以看到它这一区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大概就是在8.90 它应该是有点困难 要突破这个8.90 它要一点时间 去磨一下 所以我们就说 就要去注意这个8.90 它有没有机会突破 如果没有机会突破 有这个U-turn的迹象 之前在这边马路的朋友 就开始套力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8.90 除了这个是筹码风之外 8.90也是这个200天均线 如果它有能力 涨上去200天均线 这个就不要轻易的迈出去 因为200天均线突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意思是说 它有机会继续往上涨 8.90是一个关键的阻力线 我们就要继续观察 这个是Ternaga 下一个Inari Inari它前几天突破这个颈线 站上去了 底下有一大堆的支撑盘 正在支撑住它 它已经站上去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力 它的下一个主力线就是这个 这一堆套牢盘 大概是在3.10到3.20之间 这个套牢盘是蛮强大的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套牢盘 你可以看到 这一边的筹码其实是很少的 只要它有机会上上去这个3.20 就有机会继续往上冲 3.20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线 200天均线也是在这边 这个可以不可以通过 这个我也是不知道 我们只是只有观察 现在主要呢 还是要看它 会不会出现一个回调 在往上涨 3.10到3.20 这个是非常关键 底部筹码蛮多的 如果它有机会回调 如果它有机会回调 任何的一个指点回程 都是一个马路的机会 这个就是Inari 3.20是它的关键 Togcroft Togcroft 它今天效率的上涨 但是我才是 维持一样的判断 也就是说 它要突破这个 阻力线 1.10 还有机会往上冲 没有突破1.10 基本上都是观察就好了 1.1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阻力线 你可以看到 突破1.10 这个底下就是它的筹码支撑盘 顶上是没有什么筹码的 所以它继续往上冲的机会是蛮高 没有站上去1.10 这个就暂时忘记它吧 你可以看到它的筹码顶部的操楼盘 已经是非常少了 已经是转移去底部 已经是转移去底部 已经没有什么套牢牌去阻止它 继续往上上冲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1.10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马路讯号 这个是Togcroft 买一句 买一句 买一句正在面临住它这个 筹码主力线 这条线 这条线 也是这个筹码风 它正面临住这个主力 顶上这边一大堆套牢盘 从这个0.85开始 就是一大堆套牢盘 现在它股价是0.79 这个指示线大概是0.80左右 非常接近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去追 现在不要去追 再加上它顶上套牢盘是0.85开始 其实也是相差不远 我个人认为它很大机会 会有一个回调 产生一个 HIGHER LOW 或者是第二只脚 那个HIGHER LOW 这个是一个 更加安全的买点 这个是卖一句不要追 DNEX 它今天稍微的突破我之前画的这个盘整线 这个当然是好事 同样的它顶上这边有一大堆套牢盘 200天均线是0.90 现在是0.825 也是相差不远 不问如何它突破这个盘整区 这个是一个买入信号 如果明天再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这个就是确认信号 可以小量的买入 过后呢就要看它这个 200天均线 0.90有没有机会突破 顶上这边1.00左右 一大堆套牢盘 这个短期里面 应该是过不到 DNEX又继续观察 明天早上开高 出现青色蜡烛 是马路信号 主力线就是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就是DNEX 如果明天没有开高 又掉飞去这个盘整区里面 这个就暂时忘记它 这个200天均线 Stania Stania正在面临着它这个200天均线 的主力 今天就被这条线挡下来了 套牢盘一大堆 哥认为如果要操作的话 它一定要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也就是0.465 没有站上去 基本上都是很难操作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追 套牢盘很多 在挡住路 如果要追的话 看一下这个 这条线 0.380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止跌回神 也就是 在0.80 指跌 弹上去 出现一个青色蜡柱 这个 可以试一下 做拨一个反弹 没有这个的话 基本上也是很难 没有指跌回神 就暂时忘记它 0.380 看它有没有机会 拨一个反弹 这个就是Stania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0.465 这个也是一个马路讯号 这个就是Stania Tending Tending Tending它已经是张稳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这些底部的筹码也正在支撑住它 它的下一个主力线就是这个 4.86 它 这几天一直没有能力突破这个最高的这个K线的顶价 所以也是很难搞 而且有慢下来的迹象 它有可能继续往下掉 如果有机会在这个200天均线这边指跌回神 就是出现一个 这样的形态 情色蜡烛 弹上去 这个是一个马路讯号 4.65 4.60 在这边 指跌回神 出现青色蜡烛 是一个马路讯号 如果它继续往上涨 有能力突破这个4.85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马路讯号 4.85到4.90 这个突破的话 马路讯号 这个是更定 底下一大堆支撑盘 是它的这个本钱 应该很难跌破这个支撑盘 也就是4.60 左右 这个是更定 Eno Eno今天就占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占上去200天均线 是一个马路讯号 如果明天早上开高出现青色蜡烛 占上去这个 比今天更高的话 这个是一个challenge信号 也是可以小量的马路 如果它tap破200天均线 如果它tap破200天均线 也就是1.47 这个就是止损 这个要抹出去 等一下这边一大堆套牢盘 大概是在快7到快8 呀 这个要小心 它应该短期里面应该是很难过 但是我们要去确实的 注意 它有没有机会突破1.80 这个强大的阻力线 如果它回调 这个是一个马路讯号 inno站上去200天均线 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们要看的就是它有没有站稳 明天再出现一个开高的青色蜡烛 这个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没有出现开高的青色蜡烛 这个就暂时忘记它 继续观察 再破200天均线 就要抹出去 避开风险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指导一下 再留言一下 然后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当然如果你也是可以 请我喝杯咖啡 谢谢大家